这一分叫做法森飞向分 法森飞向分 也就是说法森是无形无相 一般来我们说佛有形象 我们看得到的佛的形象都是化森还有报森 看得到化森大部分众生都看得到化森 甚至猫狗动物看到佛的化森 他觉得跟他们是同类 我们看到佛跟我们一样是人类 外道看到佛可能觉得佛跟他一样都修一样的外道 圣人就是这样 就是他可以应急说法 随缘事件 所以会让人觉得他可以合同 简单的说 所以会让众生觉得我所接触到的佛 会各自有他的认知和定义 各自不同 我们一般人很容易没有变化性 就好像父母亲跟子女相处久了 子女会觉得父母亲就是那样子 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他的思想就是这样 他的言语行为就是这样 但是圣人、菩萨、佛就不同了 他会随着众生的因缘有千变万化 所以说或现男生或现女生 或是说小孩子看到他 你会觉得他好像小孩子一样 男生看到他觉得他像男生 女生看到他觉得他像女生 就会随缘事件 所以这叫化身 那报身呢 这就是修行的人才看得到 修行的人看得到佛的报身 圆满报身 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光 光有无量好 这是佛陀的圆满报身 但是法身就不同 法身无所见 所以叫法身非相分 佛陀的化身、报身 那都是一个对象 都是让我们可以去追随学习的 结缘的对象 法身不是对象 法身打破了我们和佛陀的距离 耶稣他说的上帝就是佛的法身 他说什么 神在我的里面 我在神的里面 这就是法身 我在他的里面 他在我的里面 这是真正的合同 就是说法身 事实上 佛的法身是看不到的 但是佛的法身跟我们最亲切 你也许没看过佛的报身 也许没看过佛的化身 因为佛陀已经离开这里很久 佛陀的化身 只有他在世的时候你看得到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 所以你看不到他的化身 但是佛陀的报身 你只要有修行都看得到 只要你修行 修到一个程度以后 你会发现花啦 树啦 大自然啦 风啦 雷啦 天啦 地啦 土壤啦 空气啊 都是他的报身 圆满报身 道法自然 那这个大自然就是佛的报身 那只有有修行才看得到 才感受得到 因为你看到佛的报身 就可以消你的业障 给开你的智慧 所以以前有一位禅师啊 叫做风雪昭禅师 这个风雪禅师呢 长朝的一位大禅师 就有人问他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与莫设离为如何通不犯 就是你说话也好 莫不作声也好 就是我们人你说话 或是莫不作声 一动一进 那会牵涉到这个 离就是离一切相 为呢就是又有微妙的作用 虽然离一切相 却有微妙的作用在 这个离一切相又有微妙作用 然后你要怎么样能够通不犯 不管你用言语的方式去表达 或是你用静默的方式去表达 你要怎么样是表达出来 这个同时离一切相 同时又有无量的微妙作用 我们刚才讲的 无量光 无量相 无量好 又可以离一切的相 叫如何通不犯 你不能光落入一边 它又是有相又是有相 又是离相又有微妙的作用 这时候风雪招禅师就回答说 长逸江南三月离 这姑奇处也花香 他说我时常回想起 三月的江南 这姑鸟的提窍也花的香气 这讲的就是 又离一切相 又有微妙作用的圆满暴身 佛陀的圆满暴身 一般人鸟叫丛鸣 听好像没听到 心不在焉 野花的香气 根本不可能闻得到 这就是当你禅定的时候 活在当下的时候 专注在眼前的时候 取念于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佛陀的暴身 圆满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那至于说佛的法身 我们可以看得到佛的化身 只要你跟他生在同一个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佛的暴身 只要你有修行 但是我们看不到佛的法身 可是我们活在他的里面 你看得到看不到不重要 重要是你活在他的里面 没有人看得到法身 但是我们都活在他的里面 也死在他的里面 生啊死啊都没有离开这个法身 佛的法身就是一切的一切 所以这就是法身灰相分 虽然灰相却成一切相 成就了一切的相 好 虚不提 一与迎合 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 我们一般认为说佛陀就只有三十二相 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他的相貌非常的圆满 牙齿就有四十颗 细密整齐 我们一般的牙齿就是三十几颗 最多了 三十二颗 自此加上 三十二颗 平常的话是二十八颗 但是佛多有四十颗牙齿 然后手长过细 这个手超过膝盖 广长舌相 舌头伸出来很长 可以覆盖到他的脸 青莲花眼 眼睛跟莲花一样 这个手脚之间还有脯 手指还有脯 丫子一样 还有网状的脯 特殊的相 走路的时候脚 他是扁平足 一般扁平足是不用当兵的 当然佛也不用当兵的 但是他为什么扁平足呢 因为他不需要有这个凹陷 因为我们一般脚有凹度 就是要变利于在有弹性 在地面行走 因为他行走的时候会离地一寸 他的脚不会贴到地板 很特别 所以他有种种的美好的视线 但是这个都是佛的什么 暴身 看到的是佛的暴身 还不是他的圆满暴身 只是他局部的视线 也可以说是佛的化身 只要你有形有相 这都是属于暴身和化身 那真正的圆满暴身就是大自然 所以说可以从三十二相来观如来佛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如来 是不是从他有没有三十二相来判断他呢 事实上不是的 释迦牟尼佛视线三十二相 让众生说你看我有这个相那么殊胜 但是并不是说有三十二相就是如来 如来也不一定就以三十二相来视线 也许他视线一个老太婆的相 甚至他视线猴子啦猫啦狗啦都有可能 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变化万全 普门视线 所以要普度众生 就要普开一切的门 方便之门 所以说 虚伯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他说是啊 是的是的 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也没有错 三十二相观如来 如来确实 有具有三十二相 但是呢你不能以此就断定说 有三十二相的就是如来 如来有三十二相 但是有三十二相不一定是如来 就像佛菩萨一定吃素 对不对 但吃素的不一定是佛菩萨 我们在座有很多吃素来 不是佛菩萨 还有吃素比我们吃得更干净 就是牛啦马啦羊啦 还有光吃草 但他们也不是如来 甚至连人类都不是 所以说 虚伯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 转伦 圣王 则是如来 如果说 具有三十二相就是如来的话 那转伦 圣王也具有三十二相 那他也是如来 所以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虚伯提就了解佛陀的意思了 虚伯提 以白佛言 赤尊如我解佛所说义 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如果以我所了解佛陀 刚才告诉我的这个义礼 不应该用三十二相的角度来观如来 那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如来呢 才看得到如来呢 下面就是答案 尔时赤尊而说寄言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次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所以如果要以色相来见我 说佛陀长什么样 或是以音声来求我 不是说用音声去求佛陀来保佑你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从佛陀 因为佛陀说话的声音 会发出各种的泛音 所以为什么讲声闻呢 佛陀的弟子有这个幸运 追随他 所以听他说法 以一元音 演说诸法 他用一个圆满的清静的泛音 来演说一切法 声闻者就是追随释迦牟尼佛这些阿罗汉 后来修成阿罗汉国 你甚至不用听懂 你只要听到 听到他的声音 就可以净化你的心灵 消除你的业障 开悟见性 成就阿罗汉国 所以这叫以音声求我 就要听到佛陀的声音 他的声音呢 就可以让你证得阿罗汉国 但是呢 不能从这个角度来执着 那这样子要见得到佛的摄像的 听得到佛说法的声音的 就只有少数人了 这用手指头算得出来吧 佛陀这个说法 注释八十年 大概说法只有四五十年 他能够说给多少人听 后学也说了三十几年 能够说给多少人听 对不对 也有多少人能够见到佛陀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怎么普度众生 所以说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四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那这个人就走上邪道了 为什么 执着声音和形象 声音和形象 那就不能见到如来 所以要见到如来 要怎么见呢 如来在哪里 不是说你读很多的经典 听到佛亲自讲经说法 以色见我 经典文字也是以形象 讲经说法就是音声 当然透过这个 能不能见到如来 也可以 但是 他不是唯一的一条载路 他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径 你如果执着说 一定要透过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邪道 而且有这种执着 就不能见到如来 就不了解如来的真意是什么 就认为如来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所以要见如来 要怎么见呢 不只见到如来 自己还可以成为如来 怎么做呢 见性成佛 很简单 见到本性 就可以成佛了 不只是见到如来 自己都成为如来 像我们学义经讲的 立宪大人 不只是立宪大人 而且还立宪大人 自己都成为大人 就从献龙在田立宪大人 变成飞龙在田立宪大人 自己飞龙在田 不是光看到如来而已 所以如来在哪里呢 即心即佛 心即是佛 你真的看到自己的本性的时候 你就看到如来 如来就出现 看到自己的本性本性 本性本性有那么难看到吗 一点都不难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之忠 忠者天下之大本 如来就是天下之大本 天下的大根本 万物的源头 就是无极劳母 明明上帝 那当你的心灵 调整到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时候 你就已经进入天下之大本 就契合如来 所以我们的心就是佛 但是我们心呢 太多的杂质 就像这杯茶水 它是不是水 当然是水 可是它有了茶的 当然茶不是杂质 茶是很好的饮料 但它总是是有茶的成分在里面 当你把茶的成分去掉以后 是不是就是水 那水一直都在这里 同样呢 当我们把贪嗔痴啊 这些 不管是所谓恶念善念 不吃善不吃恶 都清除了之后 这时候呢 如来就出现 而不是说 我要看到如来长什么样子 我要听到如来的声音 如来说法的声音 就是这样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喜怒哀乐之未发呢 让你所有的这些 善念恶念 各种的情绪全部归零 净化 净化你的心灵 为之忠 传道就传这个了 守忠 你要能够守忠 这就是民心见性的功能 守忠每个人都会守 但是你能不能够守到 喜怒哀乐之未发 这就是火候了 这就是火候了 所以后学时常会鼓励道琴 什么时候用三宝 就是当你呢 情绪和欲望 难以控制的时候 情绪失控 欲望冲动的时候 这时候要用三宝 这时候要生病的时候吃药 这时候要用三宝 用到它归零 用到它消失了 这就是火候 你不能说我心平气的时候来用 好像你没有病的时候你吃药啊 你没办法感受到药的力量 没有办法 你只会守旋守的头晕脑胀 那一般人在出状况的时候 他不会用三宝 他会用三宝 就在用三宝 他觉得没效 很快就放弃 药生了那么重的病 也不是吃一颗两颗就会有效 药效药效 它需要有一个量 药量要到了 那个效果才会发生 不是有药就有效 有那个药量才会展成药效 同样要有那个火候 饭才煮的熟 菜才煮的熟 修行也是一样的 要有那个坚持持久 还有那个纯度 手旋每个人都有手啊 纯度不够 对不对 好像药的分量不足一样 纯度不够 成分不足 成分不足 药效就没有了 像这个 同样的药 有的成分就不好 有的那个进口的那个药 成分就比较好 吃的就比较有效 有一种那个专门制那个 叫做带状泡枕 飞蛇 德国进口的那个药很贵 一颗差不多要一百块 那个有效 然后台湾制的就没没效 同样的说成分都一样啊 效果就差很多 所以这个是纯度的问题 同样是用三宝 为什么有人用的 哇滑起充满 业障消除 身心清静 为什么有人用三宝 还觉得没效 纯度不够 那还纯度不够 自己有没有真正 那么信心十足 那关键就在 你要真正解决问题 就是要净化你的心理 面对你心中的贪心啊 欲望啊 怨恨啊 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 真正要用三宝把它消除 像后学昨天 才以为道亲 跟后学抱怨 说他去上班 回来 还要坐家室 觉得身心俱疲啊 说身体累 没有关系 心灵也累 心理也累 因为回到家心里就更累 我说你心里为什么累 回家还要坐家室啊 老婆邋遢 没有把家里弄干净啊 我说你上班时间多长 他说光开车啊 就要一个多钟头 开车回来 哇三个多钟头 中间上班的时间 八九个小时 我说你确实很辛苦 我说确实很辛苦 我说那坐家室要坐多久 他说我没想过 我说我告诉你 昨天我才把我家 后学在史冈那个透天处啊 从一楼打扫到四楼 再拖地 从一楼拖到四楼 半个小时 熟练了嘛 半个小时 他说对哦 坐家室花不了什么时间 为什么觉得这么累 我说因为你不满 你不满 你没有花一走干晚休啊 你心甘情愿做 你觉得很舒服啊 对不对 打扫家也就跟打扫自己的身体一样啊 好像洗澡一样啊 对不对 其实你打扫房就像洗澡一样啊 洗得干干净净 高兴得很啊 不满啊 不满所以就生气啊 所以就觉得心很累啊 哦 这样子 没话说 我说你要满足嘛 要感恩嘛 一天到晚抱怨老婆这个那个的 老婆很多优点啊 你看不到 我们都看得到 比你还优秀得多 然后他就知道了 马上就觉得心里舒服 就知道我们有时候这种情绪来的时候 不满的时候 你赶快用三宝把它化掉 一般的我刚刚讲的不满的情绪 就希望老婆改变了 这个气才消得掉 你去等吧 你去等吧 绝对不可能的 你希望老公改变了 对不对 你希望整个社会改变了 我心情才会爽快 你去等吧 所以永远都不满 其实人的心灵很特别的 它就是可以创造出很多让你活不下去的情绪 突然间就来了 突然间就来了 就揪着你啊 你就活不下去啊 这个我们传这个道 就是有办法让你的心啊 恢复到它的本来面目 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可以化得掉 不要说希望外境改变以后 心境才能够转变 环境再怎么样 心境都可以回到最原始的那种佛心 回到最原始的佛心 那这就运用三宝就可以让你回来 所以说不需要以色见我 因声求我 相反的离开色相 离开声音 反文自信 诶 如来献钱 所以这个阿难尊者就是啊 多文第一啊 他不只是听到佛所说的话 而且呢 他还把佛所说的话 每一句都记起来的 每一个字都记起来 金刚经就是他背起来的 背诵起来的 但是呢 他不能觉悟 所以文殊菩萨告诉他说 阿难好多文啊 阿难啊 你是多文第一啊 续文成过谬啊 续文成过谬 听过的声音还要把它囤积起来 还不要让它过去 囤积起来 这是你的过失啊 这是你的错误 所以他告诉他要怎么做呢 炫文与生托啊 反文文自信 然后旋转你这个文啊 听了 向外听了 向外看的这个东西 我们人就是不断地向外看 向外听 习惯性的 回到家没事 电视打开 声音放大大的 一边看一边听 看得好累 听得好累 没关系 习惯 不然没有声音 没有东西可以看 没有声音可以听 觉得好空虚 养成那个习惯 炫文与生托 和声音脱离 还有眼睛也要和摄像脱离 反文文字 这时候心一收回来以后 就回到自己的本性 孟子说的 求其放弃 不要心一直想要看什么听什么 收回来 不要老是落到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人的心很容易这样 想要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你可以不要整天吃到什么 闻到什么 但是这要看到什么听 讲成那种习惯 这个很容易着魔的 就像现在那些 现在不只是年轻人 年长的人也是 戴着耳机 看着手机 对不对 手点个不停 这没办法 它就是要那个声音 那个摄像 那个画面 要一直看一直听 一直看一直听 这就迷失 这就迷失掉了 六道轮回就这样进去 所以收回来 不要看 不要听 不要看不要听 眼睛会不会坏掉 耳朵会不会坏掉 它就回来 它就回归本 一根即返原 六根据解脱 耳根回来 六根就解脱 眼根回来 眼睛要怎么样 回光反照 所以声闻 都是耳根收回来 因为他们会执着耳根 菩萨的话是眼根 菩萨容易从眼根 眼根还原 所以这个觊览很重要 不要落入 要看什么听着 修行还是要看什么 看到什么 要听到什么 坐在那边打坐 要看到佛光 听到什么 佛陀说法的声音 等等 听到仙乐 直接看电视好了 要确定一点 那种眼根和耳根 向外看向外听 就会产生欲望 产生贪欲之情 产生欲望就开始漏电了 开始漏电了 而且它会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越陷越深 还会感应 还会跟这些妖魔鬼怪 都充满欲望 充满称恨心的 满足不了就怨恨 这欲望和称恨 这种妖魔鬼怪的特质就是这样 跟他们感应到交 久而久之你就会跟郑杰一样 抓狂 他就是一天到晚 在那个网路世界里面 不能24小时在里面 整个都没有停止 像我们小时候哪有办法 电视节目也只有到12点就没有了 哪有办法 无休无止地去看去听 没有了 他没有休息一直进去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郑杰 郑杰是谁知道 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只是说 都是会情绪失控 欲望失控 只是说敢不敢做出这种事情出来 内心都会变成魔鬼 都不晓得 非常可怕 所以以色见我 音声求我真的是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